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3月30日 原木不知自己可曾旷世杰作 但师父知道 众人不是基督徒生活 也不了解天主使人成圣的能耐 直到全心交托 许多人的生活没有方向感 因为从来不思考自己是谁 人活在世界的意义 但这是生命的基本课题 也是我的身份认同问题 信仰帮助我 在和天主的关系中 重新认识并且定位自己 用中文成语来说 就是先有伯乐 而后有千里芒 天主是伯乐 因此我对天主的图像很重要 真实的天主愿意和我建立亲密关系 但是在信仰初期 我和他不熟悉 接触超越时 会感到害怕 就像亚巴郎 梅瑟或伊萨伊亚先知等 和天主初次相遇一样 慢慢地认识他 接受他 而除非我能够认识交托 在天主前我才会自由 而且成为真正的自己 因此回到人受造的初衷 去意识到 原木自己不知道 自己会成为什么 问题是 我现在已经是半成品 不知道成品是什么 有一点像圣伊纳诀 在邦布罗那时一样 当整个人被击碎了 才会觉醒 这时会成为原木 让雕刻家雕塑 踏上生命新的旅程 当我们有意识 就会意识到我是谁 简单来说 就是返普归真 这个情况是发生在关系中 为什么妈妈对小孩的注视 那么重要 因为如同我被天主注视 我在天主的眼中和关系中 看到我是谁 因此才能信赖交托 教会最重要传达的 就是这个福音 某位圣经学家说 如果因为某种原因 所有的圣经都不见了 只剩下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这为我们就够了 最重要的信仰在这句圣言里 天主给我的礼物在此 关系中看到我是谁 全新的信赖交托 生命不是单单靠着自己的努力 而是让天主在我身上 展现祂的能力 才能真正完成 最重要的信赖放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